大家好,在生活中,我们越来越多用到了人脸识别技术 比如手机可以通过识别你的面部来确认手机前的人是不是你 我有一个做人脸识别技术的朋友,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这个行业外行一般觉得很科幻,内行一般觉得很绝望 而业界的领袖却各种打击血 所以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既科幻又绝望的技术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人脸识别究竟是如何识别人脸的 人脸识别技术是通过对面部经典的68个特征来进行识别和收集 通常是对变化较小和较为固定的区域来进行大量的观察 来统计这些细微区域的视觉信息 最后判断出人脸的整体特征 所以当手机对我们进行人脸识别时 会对这些特征点进行识别认证 从而判断手机前的面孔是不是我们本人 所以不会因为今天可能脸上长了粉刺 或者明天没有休息好多了点眼带而干扰人脸识别 因为识别的关键是对局部细节信息的充分收集 进而判断出整体人脸的身份特征 但是有一个特例女孩在化农妆时就解锁不了 因为化了农妆对特征点产生较大的影响 以至于设备觉得面前的人可能不是你 而是一个全新的人 戴眼镜也是同样的道理 但是现在一般系统通常会提示用户 同时输入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两种状态 这样就可以解决穿上马甲就不认识你的问题 但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人脸识别是不是比其他的方法更安全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人脸识别技术比指纹更加安全 因为指纹只是简单的二维信息 所以非常容易泄露 之前看央视新闻的时候 将人脸信息3D打印成面具之后 然后戴上这个面具就可以解锁手机 但是要获得一个能够用于制作3D面具的人脸模型 这需要很多条件 首先就是需要专业的扫描设备 而且要进行多次扫描 还需要你一动不动的做着好好配合扫描的过程 不但这样 而且还要受限于扫描的分辨率 最后因为人的面部是立体 信息量都是三维的 所以不是简单的拍一张相片 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这些信息 不过大家还是要注意 在公共场合 有其他人拿着手机对你扫来扫去的时候 请务必制止这种行为 因为这个时候 他可能再盗取你的面部信息 目前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 大家出门的时候 基本都是佩戴口罩 因为佩戴口罩 所以会遮挡住面部 这样也对人脸识别技术 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不过最近 心力科技公司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个公司的最新技术 不但可以对戴口罩的人士进行人脸识别 而且还获得了美国的 NIST FRVT 这个机构的认证 也就是说 现在人脸识别的技术 又前进了一大步 因为戴口罩的情况下 人脸被大部分遮挡 识别度非常低 在对戴口罩的人进行人脸识别时 需要人脸识别计算算法 还需要人脸检测 关键点检测等多重模块 所以目前的计算机视觉 深度学习 还有人脸识别的技术 都在不断的提高 因为这个技术提高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比如说 门禁系统 安防系统 还有无人超市 电子护照和身份证 还比如资助服务系统 比如说ATM 还有信息安全系统 我们最常用的刷脸支付 还可以娱乐型应用 比如抖眼里的部分道具 还可以通过监控摄像头 里面走动的人群 来找到想要找到的人 未来几年 很有可能就是刷脸的时代 谢谢大家的观看 请点赞订阅转发